好 我们对数据库这一章做个简单的总结 也全当回顾一下整个讲解的过程 第一步呢 我们是安装了MySQL和Workbench 大家可以回顾一下安装的过程 以及我们如何用Workbench对MySQL进行一些操作 以及操作SQL语句 创建库 创建表SQL语句的语法和使用 以及表中的这些数据类型是什么 连接MySQL以及应用到APCI中 其中可能还涉及到了很多路由的controller的 甚至是外层APP的JS的一些改动 而且看似还是比较复杂 整体来说呢 特别是如果是前端同学来学习的话 这一章可能是稍微麻烦一点 因为你如果是值得前端的话 你接触不到这些东西 而且你如果是了解一点点弄到JS 你也接触不到这些东西 对不对 毕竟这是一个纯后端的一个数据存储 是一个纯后端的东西 但是你想用的JS做一个四二五端的系统 做后端 你又必须要去了解这个数据存储的一些东西 没办法 我们这一章讲的MySQL相关的知识呢 只是一些基础的能满足我们这个 基本的场景下的应用的一些知识 也不是说我们这一章就深入理解MySQL了 MySQL也是一个比较复杂的一个数据库系统 也不是说三言两语就能讲明白的 但是这一章讲完之后 我至少能保证实际工作中80%的场景 我们是能用到的 好 这一章讲完之后呢 大家先不要松懈 下一章我们会讲登录 登录那块又是一个稍微麻烦一点的事情 到时候我们可能会讲到一些 Cookie Session以及Redis 还有那个Nginx的配置等等 这些在前段的同学看来比较新的东西 所以说大家打好准备 这一章以及下一章都是一场 你带着这一段东西 我一定会开招弃的 然后我一直在地上 这个散開 那是一个 我一直在这边